搜索中国狠人,揭秘大内幕,欢迎来到狠人传,咱们今天的说一个以往没有设计过的案件类型,就是婚内强暴。 受害人呢,叫李小霞,1978年,出生在河南郑州的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里面。 他呢,非常的优秀啊,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就在郑州市的一个行政单位当文员,刚工作嘛,这算是起步很好的了。 李小霞呀,不光人家上学的时候成绩优秀,工作之后工作业务能力突出,最主要的人家长得还漂亮,所以李小霞就成了很多男士追求的目标了。 2004年6月份的时候啊,李小霞呢,因为公事去上海出差,也正是这一次出差,让他认识了他命运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 这个人呢,叫于生平,是河南洛宁县人,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里面,但是他呀也是从小勤奋刻骨,心里面呢有着远大的理想,还有着抱负,通过努力学习也考取了不错的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呢,本来是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去了,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哎呦这当了公务员了端起铁饭碗了,这是好事啊。 但是,于生平绝不满足于此,所以在别人的不理解和家人的反对声中,把公职就辞掉了,独自闯荡到了郑州做建材生意。 经过几年的打拼呢,确实这事业上那是顺风顺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房有车,也是管辖着上百人的总经理,这算是成了当地的商界新秀了。 要不说优秀的人,人在各个岗位上都那么优秀啊,要说这于生平啊,长得不出众,扑扑通通,那么他是靠什么吸引李小霞的呢? 是他的那种自信开朗,他的那种能言善辩,以及他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 李小霞那么漂亮,于生平这么能干,所以这俩人呢,互相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之后,2005年5月1号,他们俩呢,在人们的祝福之中啊,就走上红地毯,走进婚姻殿堂了,就正式结婚了。 大家结婚呢,我发现不管在全国哪儿啊,都特别喜欢挑五一前后,十一前后,这两个日子。 结婚之后,那不就是洞房花卓夜吗,对吧? 在洞房里边啊,于生平看着这李小霞那么漂亮的面庞啊,那么漂亮的身材,哎呦,可就激动得不行了。 所以上去一把就抱起李小霞,扔到了床上,紧跟着可就扑上去了。 李小霞让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吓呆了。 啊,不,他下意识地可就喊出来了,可眼前这余生平啊,太激动了,一点都冷静不下来,整个脸呢,都变了形了。 李小霞怎么着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于是李小霞就在那喊着说,别急啊,我们还没有。 他这话还没说完,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于生平粗鲁的动作可就把他打断了,甭管怎么挣扎,李小霞毕竟是身体单薄啊,他不是丈夫的对手啊。 于生平呢,疯狂地撕扯着李小霞身上的衣服,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眼泪已经从李小霞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激情过后,于生平看着妻子李小霞满脸的泪水,他呢,也有点后悔了,轻轻地就抱着李小霞。 小霞,我爱你,你爱我,就要尊重我。 李小霞呀,还是没完没了地在那儿哭着。 新婚之夜,丈夫算是得到了激情,可是留给李小霞的只有恐惧,甚至是愤怒。 他呀,后来也安慰自己,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丈夫太激动了,所以才导致这样。 可是,李小霞确实是想多了。 结婚第四天的时候,李小霞呢,就到了生理期,因为立架身体不舒服,吃完晚饭呢,早早地就躺在床上休息了。 反正迷迷糊糊的时候吧,就感觉有一双手就在身上在那儿来回游走摸索着。 这时候,李小霞在惊吓之中,曾能就把眼睛给睁开了,就看见余生平啊,正在用渴望的眼睛注视着他的身体。 于是新婚之夜的那份恐惧再次涌上心头,李小霞也顾不上身体难受了,一咕噜失可就爬起来了,抓住了余生平的手。 我,我来立架了,余生平,听李小霞这么一说,有些失望了,但他呢还是点了点头,啊,那就不能要了,要不然会生病的。 听到这一句话,李小霞还是有些感动的,你看,我丈夫啊,还是比较体贴的,看来新婚之夜那就是一个意外,于是放心的就躺下睡觉了。 可是,平静了没多大一会儿,余生平又不顾一切的抱住了李小霞。 李小霞呀,发了疯似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 从小到大,李小霞对于男女之间的这种真洁啊,都非常的重视。 他呢,从小就讲究干净,这种干净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其实我们说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心理障碍。 李小霞呢,惊恐的,就在那儿搭着余生平的胸膛,一边打,一边流着眼泪。 你为什么这样,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李小霞质问着他,可余生平呢,感本就不顾着了。 妻子李小霞这小拳头打到他身上,啊,那一点也不疼啊。 再者说了,反而更增加了他的授欲,他感觉很刺激,动作呢,就变得更加的粗鲁野蛮。 李小霞大喊一声,可就晕了过去,等醒过来之后,看看床上的血迹,自己身上啊,又是非常的疼痛。 他明白了,哪怕是在昏迷之中,哪怕自己在生理期之中,丈夫也没有放弃对自己的暴行。 看见妻子李小霞醒了过来,发泄完之后的余生平,抓起了李小霞的手,也是后悔莫及。 他呀,抓着李小霞的手朝自己的脸上就打了过去。 老婆,是我不好,我没能控制自己,我伤害你了,可我是爱你的呀。 生活,算暂时恢复了平性,一连好几天,余生平再也没有侵犯李小霞,就像个犯错的孩子似的。 本来李小霞就想着,可能他真的意识到错误了吧,可哪想到,婚后第九天的晚上,悲剧重演哪。 李小霞呀,觉得自己就跟掉进冰窟窿似的哈,这算是进了虎口了。 难道我的婚姻,就要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承受他的性暴力吗? 过了半天,李小霞呀,还是跟余生平说,生平,咱们还是离婚吧。 余生平一听见这个,可就慌了时了,他确实啊,心里边是喜欢李小霞的。 他就抱着李小霞始终不松开,一直在那道歉,直到李小霞筋疲力尽,这才答应原谅他。 李小霞觉得自己啊,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活的怪圈。 白天,余生平,是大家眼里疼爱妻子的好丈夫,是一个叱咤伤海的商界新秀,商界精英。 而晚上呢,余生平可就没有了表面的儒雅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焦躁粗暴的野兽。 对于李小霞来说,每天晚上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2005年8月份的时候,李小霞的表姐新买了房子,因为房子啊,正在装修没法住人,所以呢,暂时就住在李小霞家。 因为有外人在家,余生平呢有所顾忌啊,一直压抑着自己的这种欲望,半个月那是相安无事。 这天中午啊,李小霞正在家陪表姐说话呢,这时候余生平满身酒气的就回来了。 李小霞上去,接过了余生平的皮包,可哪知道余生平一把就把李小霞给抱了下来,跟他一块儿倒在了沙发上,随后啊,竟然伸手要脱李小霞的裤子。 这可太疯狂了,表姐还在家里呢,就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呢呀。 看到余生平这种疯狂的举动,表姐都惊呆了呀,不至于吧,人谁,夫妻俩亲密的时候不得避讳着外人点啊,这当着外人的面怎么就这样啊? 当着外人的面再次遭到强暴,李小霞再也忍耐不住自己心里的怒火了。 他呀,一边骂着畜生,一边在余生平的身上脸上是又抓又挠。 最终余生平没能得逞,但是李小霞身上的衣服也都被撕成一片一片的了。 既然余生平能在表姐面前,还会有这种畜生的行为,那么总有一天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强暴他。 为了早日摆脱余生平,李小霞决定,一定要离婚。 余生平看李小霞非要离婚这时候,可就贵欠了。 小霞,那天是我喝多了,所以才丧失了理智,我就是一时冲动了我呀。 可是,这时候的道歉已经不起作用了,之前道的歉太多了,结果呢你改了吗?并没有啊。 李小霞对于这样周而复始的施暴道歉原谅再施暴已经麻木了,在他心里只有仇恨和绝望了。 他呀,冷冰冰的就打断了余生平的话,如果你是爱我的,你就同意离婚,放我一条生路吧。 不想再见到余生平的李小霞,自己就回了娘家了。 第二天呢,余生平带着丰厚的礼品,就到了自己的岳父岳母家来接妻子。 李小霞呢也怕父母跟着担心,只好又跟着余生平回家了。 可刚一进家门,余生平一把抱住了李小霞,摁到了床上。 李小霞咬牙切齿地就警告余生平。 余生平,从今以后,你永远都不能碰我,你要是再敢过来,我就从阳台上跳下去。 那么余生平能够有所收敛吗? 婚内强暴到底算不算违法行为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过了,李小霞后来就警告余生平说,如果你在这样,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看到李小霞这种愤怒的眼神,怨恨的眼神,余生平也不敢用墙了。 为了避免再次受到侵犯,也为了早日离婚,李小霞每天晚上一进卧室,就把门给反锁上。 妻子的厌恶啊,让余生平感到挫败。 妻子的这种禁欲啊,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这种抵抗,更让余生平在性的欲望之上啊,那是迅速的膨胀。 尽管如此,余生平还是不想离婚,他还想着能得到李小霞的原谅。 2005年9月20号,是李小霞26岁的生日,余生平特地在一个大酒店花了5000块钱,给他办了生日宴会。 可是,李小霞毫不领情,人家呀,拒绝参加。 李小霞的这种冷漠,可就刺痛了余生平了,难道想和自己爱的女人在一起? 这也错了吗? 哪一对夫妻? 不会发生这样子的关系呢,我们这样正常吗? 那一个晚上,余生平在沙发上一直坐到了天亮。 2005年国庆节,余生平啊,在公司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庆祝酒会。 不仅有公司的所有员工,还请了不少大客户和政府官员。 余生平没告诉李小霞,他知道李小霞肯定不会给他这个面子。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小霞不请自来。 余生平看见李小霞,非常的兴奋呢。 于是呢,他就站到台上宣布, 我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除了有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之外,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妻子。 可李小霞这回来啊,根本不是打算给余生平站台的。 他也上去了。 在你们眼里,我们应该是值得羡慕的,我也应该是幸福的。 可是,我的生活并不幸福,他是一个婚内强暴者,我们正准备离婚。 嘿哟,他这话,在这么一个场合上啊,这等于在酒会上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啊。 不仅让余生平斯文扫地,更是影响了他在商界的声誉啊。 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那么多的商界精英都在这儿呢, 大伙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啊,这该股掌呢,还是该该怎么样的,得了吧,别吃了,赶紧走吧,哈哈。 商场失忆,情场失忆。 这对于余生平来说这是双重的打击,他就感觉啊,自己失去了整个世界, 从那以后整天的就是吸烟酗酒,没有心思在打理公司了。 2005年11月18号早上,醒来之后的余生平啊,发现妻子的卧室没锁门。 此时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和妻子亲热过了,他就感觉浑身燥热燥热的。 于是呢,就到了李小霞的床前,李小霞被惊醒了,他明白余生平到底是想干嘛,于是奋力的抵抗不让他得逞。 余生平这时候啊,就想到了这几个月来啊,我这日子过得太狼狈了,太惨了。 于是,这个愤怒也就涌上心头,两眼啊,发出了野兽似的光啊,抓住李小霞的领口,就打了几个耳光。 惊恐之中,李小霞挣脱了余生平的控制,本能的想打电话报警。 失去理智的余生平从厨房拿来菜刀,恶狠狠地朝着李小霞就砍了过去。 最终,李小霞死在了余生平的刀下。 2005年12月16号,余生平在老家被警方抓获。 余生平被捕之后啊,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没有正式婚姻,刚开始一味地追求刺激,让妻子绝望。 后来又在夫妻关系破裂之后,极力地维持婚姻。 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悲了。 我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呀,这婚内强暴啊,之前没有设计过。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伙多说两句,做一下法律的科普。 什么叫婚内强暴? 怎么定性? 怎么界定? 这是一个问题啊。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面,说结了婚了,无论是女方要求男方,还是男方要求女方发生性关系,这都是正常的。 其实不然,只要你是强迫对方发生了性关系,对方不想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那么你这就是婚内的强暴。 婚内强暴对这个受害方,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啊,都会造成这种极大的伤害。 关于婚内强暴怎么定性的问题,其实啊,在法学界呢,也是有一些分歧的啊。 有一些学者认为,婚内强暴不构成强奸罪,但是不构成强奸罪,这不意味着啊,说丈夫可以对妻子为所欲为,就把妻子当成性奴隶。 也不意味着,法律对于丈夫侵犯妻子性权利的这种行为,无能为力。 那么对于婚内经常性的强暴行为,可以啊,适用刑法里面关于虐待罪的规定。 虐待罪呢,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虐待罪的犯罪的课题,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与身心健康。 所以,如果一方对另外一方采取了这种婚内强暴,这就可以明确的啊,被看成虐待罪。 当然呢,我们再来说说这起案件里面,可能有的朋友会不理解。 说两个人结婚了,这妻子不同意和丈夫发生性关系,这对于丈夫来说是不是公平? 其实啊,我们就放到这起案子里面来看。 余生平,如果在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能够更多的顾及到李小霞的感受啊,那么就不会导致这后面所有悲剧的发生。 这代表着什么余生平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两性知识啊,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女生在第一次性关系的时候因为处女膜的破裂,她会有疼痛,伴随着疼痛的还会有恐惧。 本来呢,就是需要双方不断磨合的啊,最终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但是如果不顾及到女方的这种恐惧,不顾及到她身体的这种不适感,只会是加重女生对于这种性关系的排斥。 我们再来说,余生平后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行为对妻子造成了伤害,那么你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补救方式,但是呢,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正确有效的办法。 在其他生活方面,那是百般补偿温柔体贴,但是在性生活之中,她的这种行为一点没有调整改变的,依然是那么的粗暴啊。 这就会让妻子越来越恐惧,对性生活越来越厌恶,直到反抗,也越来越强烈。 而在这之后呢,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里面。 李小霞越来越恐惧,所以呢,就更加不愿意有这种两性生活。 而你不愿意有两性生活,那这余生平啊,她更加感觉到,这个需求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心理的压力更大,最终呢,可能又会导致下一次更加的粗鲁。 那么这就是周而复始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那么咱们再来说,李小霞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应对方式我们来说,可能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 他一直是处于极端被动的那一方啊,其实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恐惧啊,把你自己所希望得到的这种诉求告诉余生平,两个人呢,有好协商吗? 但是呢,李小霞一开始是处于被动,那么在被动到极点的时候,在受打击到极点的时候,于是又开始百分之百完全的拒绝,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始终啊,没有得到一个解决。 我们再来说一个可能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小霞在某种程度上观念里面啊,对这种两性行为他认为是肮脏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了,对吧? 但依然是一个弹性色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面的性仍然是肮脏的,其实啊,我们要把这个分开来看,肮脏的性那就是肮脏的,比如说卖淫嫖娼,对吧? 比如说这个一夜情,对吧?那它就是不干净的,但是已经走入婚姻了,那么两性生活这是保证生物能够繁衍生息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呢,它没有什么肮脏的呀,这也是夫妻关系啊,这也是婚姻爱情里面一个很好的调味品,对吧?一个调剂,所以相应的学校里面也好啊,包括家庭里面也好,对于孩子的这种性教育, 性引导,其实我们做的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事情应该值得啊,更多人关注,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当面对婚内强暴的时候,那么被动的一方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你得学会保护自己,当强暴正在发生,或者说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建议啊,不要玩命抵抗,因为抵抗的结果,可能会激起对方更强烈的这种征服欲望,那么自己很可能就会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夫妻感情的沟通啊,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诉求,能够跟对方啊,及时的表达。 第三点呢,共同学习科学的性知识,对吧?包括性道德啊,性法律知识啊。 第四点呢,就是,当有了这种婚内强暴行为,无论是对方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啊,建议去一些专业的心理机构啊,去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诊治,来进行这种医疗的介入。 这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啊,行止有效的办法。 这婚内强暴啊,始终呢,就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聊聊,您对婚内强暴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们刚才啊,从法律角度上啊,从一些性健康,包括性教育角度上说了说,但是最后呢,我先来说说我的个人的观点啊,在妻子不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情况之下, 丈夫就强行发生了性行为。 这种婚内强暴,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妻子一种人格的侮辱和践踏,对吧? 这是对于妻子人格独立,人身自由的一种侵犯。 咱们再来说,夫妻在家庭生活之中你应该是平等的,那么这种平等体现在哪? 是你有过性生活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拒绝过性生活的权利。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可以愿意,我也可以不愿意,我有拒绝的权利。 任何夫妻之间都应该在思想上有这个共识,就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完全有权利不想做这件事情。 OK,有了这个共识之后,很多事情也就能够去沟通,能够去解决了。 我的观点说完了啊,剩下就留给大家了,有什么观点,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音频下面的留言里面啊。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我是吕鹏。 那么本期节目要讲的案子呀,是咱们听有推荐的哈,来源呢,是解密中国大案。 2008年3月5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子健全家杀人碎尸案。 咱们从头啊,来说说这个故事。 李大兴和王秀琴,是北京市密云县的一对退休夫妇,现在应该叫密云区了啊,他们的一对儿女呢,都已经成年了。 按理说呀,两位老人,应该是可以安享满年了。 可是女儿李小蕊的悲惨命运,让这老两口子呀,时时刻刻地牵挂着。 1998年,李小蕊高中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2004年,结婚才一年多,先是怀孕早产,后来呢,又遭到了丈夫的抛弃,就离婚了。 孤苦伶仃的李小蕊,经常打电话跟父母诉苦。 可是李大兴夫妇是干着急呀,爱莫能助啊。 这时候,他们想到了自己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儿媳妇。 儿子李子健,当年34岁,在一家银行工作。 儿媳妇方丽云呢,两年之前下岗之后啊,在一家大型电器卖厂当销售。 虽然辛苦吧,但是挣得确实不少。 他们的儿子李小鹏,刚刚的六岁,已经上小学了。 这样富裕和美的家庭生活,不知道要比女儿李小蕊强多少倍。 李大兴夫妇呢,就常常地感叹,哎呀,老天爷对这对亲兄妹不公平啊。 啊,他们呢,就希望儿子能够看在亲情的份上,拉妹妹一把。 王秀琴和儿媳妇方丽云的关系,这么些年来呢,相处得也不错。 孙子李小鹏从小就由王秀琴代大,方丽云每天在外边奔波劳累,完全雇不上孩子。 婆婆里里外外地操持家务,把孩子养得是白白胖胖。 现在李小鹏上小学了,公婆每天呢,负责接送孩子,为方丽云呢,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李子健是个十足的孝子,对母亲的话是言听计从,对妹妹呢,也确实是又感到怜惜。 这些年来,在母亲的受益之下,她前前后后接继了妹妹,将近六万块钱。 方丽云呢,这心里边或多或少,有点不痛快。 但一想公公婆婆这些年的辛劳付出,她也理解丈夫,毕竟一大家子人嘛,和谐相处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有句老话嘛,救急不救穷,哥哥的接绩啊,并没有唤起妹妹自立的意识。 方丽云呢,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干起工作来特别能吃苦。 可是时间一长,她总看着自己的小姑子懒懒散散的,一点也不上进,就有点不满了。 在她看来啊,比李小蕊苦的人多了去了。 李小蕊没必要整天的依赖于父母,可怜巴巴的到处找人救济。 方丽云就把这个想法和丈夫呢,交流过几次,让丈夫劝劝李小蕊。 但李子健也总是说,小蕊这孩子呀,从小被爸妈宠爱过头了,他是听不进去这些的。 再说了,他现在啊,正走背字呢,运气不好,咱们不拉扯他一把,谁管他呀。 2005年年初,一直无所事事的李小蕊,听从朋友的劝说,想在北京大兴区开家小饭店。 启动资金呢,需要五万块钱。 王秀琴一听,哎哟,我闺女终于想干点正事儿了,非常的高兴,决定拿出多年的积蓄,帮助女儿创业。 李小蕊啊,在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告诉他,如果拿着下岗证创业的话,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李小蕊突然想起来,哎,我嫂子有下岗证啊,就盘算着,借嫂子的证件登记注册。 王秀琴听说这事以后,行了,你甭管了,我去找你嫂子谈去。 晚上,老两口呢,就一起来到儿子家,向儿子和儿媳妇就说了这个事。 方丽云一听,这事啊,没那么简单。 她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非常清楚开饭店需要怎么做,也非常清楚开饭店要吃的那些苦。 李小蕊啊,压根儿就不是这样能吃苦的人,弄不好,二老的钱就打水漂了,这可是他们一辈子攒下来的血汗钱呢,她可不能坐视不管。 方丽云在心里边啊,琢磨了一下,就亮出了自己的观念。 爸、妈,我觉得呀,这件事,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开饭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不小心啊,就赔本了,照我来看的啊。 小蕊还是先找一份工作干着,积累经验,以后再开也不迟啊。 如果她找到合适的事做,我和子健都愿意帮她,就不用您二老费心了。 方丽云的话说的是滴水不漏,婆婆王秀琴听了也觉得在情在理,答应回去做做女儿的工作。 哪知道,李小蕊压根听不进去母亲的劝,哭着就说,我都苦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想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你们就这么挤对我呀,难道你们仰看着我一辈子这么过下去吗? 女儿的眼泪触动了王秀琴,哎呀,母女俩抱着这一栋哭啊。 最后,王秀琴决定,无论如何,也得支持女儿,闯出一片天地来。 第二天,王秀琴又上门找儿媳妇了,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啊,帮小蕊这一回,如果做父母的都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谁会给孩子机会呢? 方丽云看婆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没法推辞了,于是就痛痛快快地拿出了下岗证。 四月份的时候,李小蕊的小饭店呢,就开张了,开业当天,李家一大家子人,都去喝酒祝贺。 就在吃饭的时候,方丽云到厨房里边去看了看,出来之后直咬脑袋呀,她好心地告诉李小蕊, 小蕊啊,饭店的生存之本是干净卫生,你看看你这饭店操作间啊,杂乱不堪。 几个洗菜的小工涂脂抹粉,披头散发的,李小蕊这人啊,心眼特别小,马上就回敬嫂子说, 开饭店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赚钱,只要客人吃的不拉肚子就行了呗。 再说了,你是老板呢,还是我是老板呢?啊,我的员工啊,我自己会管, 才开张第一天,你就给我泼凉水。什么意思呀?见李小蕊这种态度,方丽云也不说话了, 她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会遇上天底下最不同情达理的小姑子呢? 她决定今后啊,不再管小姑子的事了。正如方丽云预料的, 李小蕊的饭店开业不到半年,不光赔掉了本钱,还欠下了将近两万块的货款。 李小蕊怕父母伤心,更怕嫂子看见笑话。 她偷偷关掉饭店,躲在朋友家里边躲债。 几位供货商追债无门,一指诉状就把她告到了大兴去人民法院。 因为当初李小蕊办理相关经营手续的时候,是拿着方丽云的下岗证注册的。 所以饭店的法人代表其实是方丽云。 法院给方丽云下了几次债务执行书都没回应。 于是派人上门执行还款工作。 那天呢,几名法院的工作人员直接找到方丽云上班的电器卖场, 挡着那么多同事的面,就宣读了判决。 当时方丽云正在和一家手机品牌商商量代理的事件呢。 品牌商一听,喂哟, 法院的人都找来了,得了吧,我可不跟你合作了,赶紧就走了。 方丽云不仅在同事面前,颜面扫地,而且还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大笔生意。 她是又气又羞啊,拿到判决之后,立刻就冲回了家里。 李子健下班刚回家,方丽云禁不住和他大吵了一架。 李子健呢,自己知道理亏,连连认错。 方丽云还是觉得不解气,拿起电话又把李小蕊数落了一顿。 我告诉你啊,小蕊,欠债的事,我可不管,你尽管去找爸妈求援去。 晚上十点多钟,李大欣夫妇怒气冲冲地敲开儿子的家门,王秀琴直接走到方丽云面前。 哎,我告诉你啊,小蕊可不是想存心害你,她这次输得多惨啊,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你就不能同情同情他啊,你心肠怎么就这么硬呢? 这是婆婆第一次冲着方丽云说狠话,方丽云觉得特别的委屈。 妈,我才是受害者呢,你们什么意思啊,难道他欠的钱还给我们还吗? 王秀琴接过话了,小蕊不是我们家人哪,就知道雇着你这个小家不顾别人的死活呀。 哎,好歹我也是你家的儿媳妇吧,你们把我当自家人了吗?你们真是太偏心眼了。 说完扭头,就进了卧室,砰的一声,关了房门。 李子健眼见妻子对父母的态度非常伤心,但想到父母为妹妹付出的更多,她决定呢,拿两万块钱替妹妹还债。 方丽云知道之后非常生气,李子健无奈地向她保证,这钱是借给妹妹的,这样的事不会再出现第二次,等以后小蕊有钱了,一定让她还给咱们。 这次风波彻底改变了方丽云的婆媳关系,当然了,也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出人间惨剧,埋下了伏笔。 方丽云呢,怎么想也想不通,婆婆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怎么就是非不分呢? 李家二老,好不容易帮女儿勉强收拾了残局。 哪知道,李小蕊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 2004年夏天,她向父母提出想开一家规模更大的饭店,她口口声声保证,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第二次创业一定能够成功。 这时候,李小蕊已经把二老的养老钱都亏得差不多了。 他们哪儿还有实力继续支持女儿呢? 李小蕊啊,就觉得很委屈,在家里又哭又闹好几天,看着女儿要死要活的样子,爱女心切的老两口决定孤注一掷,卖掉自己最后的资产,也就是他们住着的两室一厅的房子,把房子卖了,帮助女儿。 当然了,这一切啊,都得瞒着儿子儿媳妇进行。 为什么呢?因为这房产,自然也有儿子的一份啊。 2004年11月底,王秀琴拿到了卖房款,李小蕊呢,兴冲冲地过来拿了二十万,就去联系开饭店的事了。 两位老人没房子住了,在外边呢,租了两间小房子,彻底告别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考虑到儿子那边,很快就会发现卖房的事,李大新决定召开家庭会议,正好趁这机会堵住儿子和儿媳妇的嘴。 那天呢,李大新谎称,为了筹措女儿第二次创业的基金,已经把住房抵押给银行,但是呢,希望儿子一家能够体谅他们的做法。 一听李小蕊,这一回彻底搭上了父母的老本,又要去开饭店,方丽云呢,火冒三丈。 王秀琴就赌气地说了,你就不愿意看着小蕊过好日子是吧?啊,我和你爸决定陪他去大兴,帮助他一起把饭店开起来。 小鹏啊,我也帮着拉扯大了,如今呢,该你这个当妈的接受管管了。 方丽云一听,哦,婆婆为了这么个不争气的女儿,连心爱的孙子也不想管了。 公婆走了之后,方丽云就把委屈和不满都发泄到了丈夫身上,他们激烈地争吵了起来。 在吵闹声之中啊,就惊醒了还在熟睡的儿子。 懵懵懂懂之中,小鹏在那儿哭着说,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我被你们吵得烦死了。 方丽云,这才不出生了。 第二天啊,方丽云为了接送孩子的事,想在电话里呢,跟婆婆商量商量,正好啊,借着这么个机会,主动缓和一下婆媳的关系。 没想到,婆婆家接电话了,是位陌生人。 方丽云这才知道,哦,感情二老居然背着他们把房子给卖了。 什么抵押贷款呢,那都是骗人的。 方丽云就去找公婆理论,让公婆把事说清楚了。 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婆媳俩彻底撕破脸了。 李子健呢,夹在两个女人中间,边拉边劝,言语稍有不慎偏向了那一方,就会遭到另一方的指责。 方丽云呢,思维敏捷,敢销售的吗? 可以说是句句在里,字字带刺。 年事已高的王秀琴,哪是他的对手啊,一时怒火攻心,就瘫倒在沙发上。 李子健赶紧打个出租车,把母亲就送到了医院。 晚上安顿好了母亲李子健,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看着满脸泪痕的妻子,李子健觉得呀,自己都快要崩溃了。 方丽云呢,压根儿对婆婆的病情,不闻不问,这让李子健很寒心,他忍不住就训了妻子几句。 在激烈的争执过程之中,李子健顺手就猛推了方丽云几把。 方丽云呢,当时就摔倒在地,右膝盖摔青了一大片。 受伤的方丽云当天晚上,就回娘家了。 十几天之后,直到李子健向他道歉认错,这才回到家里。 可是感情嘛,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 方丽云和李子健之间的感情逐渐就冷淡了下来。 李小蕊的第二家饭店,这时候已经开张了。 李家父母呢,搬到了大兴和女儿住在一起,彻底把宝贝孙子甩给了方丽云。 李小鹏每天除了一日三餐,还得需要人呢,来来回回地接送两趟。 方丽云工作上担惊劫绿,生活上又负累重重。 所以呢,常常被一丁点小事,就跟李子健大吵大闹。 那老两口呢,在大兴过得怎么样啊? 他们的日子呀,还真不好过。 李小蕊能力确实是有限,根本没有能力支撑饭店的运作。 看着门客罗雀的饭店,趁着卖房子那点老底儿,还没有被消耗尽。 李大兴终于下定决心,关张,停业。 2005年7月初,李家父母和李小蕊一起回到了密云县城, 在李子健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 王秀琴回来之后啊,想看看孙子李小鹏,就给方丽云打电话。 方丽云呢,也没好气。 哟,您不是到大兴享福去了吗? 我们小鹏啊,现在挺好的。 您有时间呢,还是多陪陪您女儿吧。 说完了,就挂了电话。 王秀琴气得是直哆嗦,李大兴看见这情况,赶紧就安慰他。 嗨,他呀,就是一时半会儿想不开,觉得咱们不管孙子了才会这样。 他不让见,你还可以打个电话啊。 这话,提醒了王秀琴,他马上就拨通了儿子家的电话号码。 一个人在家的李小鹏,接到奶奶打来的电话,非常的高兴。 祖孙俩呢,倾诉了半天的思念之情,还约好了下次一起去爬山。 方丽云下班回家之后,小鹏乐滋滋的就把和奶奶通话的事儿啊,告诉给妈妈了。 方丽云一听,怎么着,谁让你接的电话啊? 以后不许跟你爷爷奶奶打电话,也不能见面,听见了吗? 小鹏哇的一下就哭出来了,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可是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见爷爷奶奶呀。 爷爷奶奶对我那么好,这是为什么呀? 李小蕊呢,老实了一段时间,又听说在北京干个体出租挺能挣钱的,也就动心了。 李家老人也觉得这个活儿啊,风险小,也适合李小蕊的情况。 就把卖房剩下的钱,找人向出租车公司交了五万块钱的份儿钱,开上了一辆全新的现代出租车。 2005年7月27号,李小鹏正在过暑假呢,可是这一天呢,却成为了他这一辈子噩梦的开始。 这天晚上六点多,爸爸李子健,从银行下班回家之后,正在厨房做饭呢,在电器商店做销售员的妈妈方丽云,还没下班呢。 李子健呢,买了面条,打算做西红柿打卤面,面条还没下锅呢,奶奶王秀琴突然就来了。 哎呀,小鹏一看奶奶来了,高兴极了,从自己的房间里边就跑了出来,奶奶,奶奶。 当她往奶奶的怀里跑去的时候,以往都是张开双臂,抱住她轻个没够的奶奶,今天却一反常态。 只见奶奶呀,沉着一个脸,气呼呼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小鹏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会这么生气呀? 这时候呢,李子健也阴着脸从厨房出来了,大声呵斥地把小鹏就赶回自己的房间了。 小鹏在房间里边啊,隐约地就听见奶奶王秀琴气呼呼地说, 我今天来呀,就是要好好跟你们两口子说说小鹏的事儿,他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孩子呀? 奶奶正说着,不一会儿爷爷李大兴也来了,小鹏从门缝里偷偷地看见,爷爷也是一言不发地跟着奶奶坐下了。 小鹏听见他爸爸说,你们快走吧,一会儿他妈回来,你们又得吵起来。 接着,小鹏啊,又听到他爸爸李子健哀求的声音,妈,你们赶快走吧,不然今天呢,非出事儿不可。 可是任凭爸爸怎么劝说,爷爷奶奶还就是不动,小鹏听得烦了,因为小鹏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不知道为了什么总是在吵架,他管不了大人的事情,只好撅着小嘴儿,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无聊地东张西望。 突然呢,他就看见楼底下,妈妈提着一袋东西,回家了。 夜幕之中的妈妈,走得迟疑而缓慢,仿佛心事重重。 小鹏心里边还想呢,妈妈回来,这下子可热闹了,全家又得吵架了。 他呀,还真是弄不懂大人的世界,果然不出小鹏的预料,妈妈回来之后,一见爷爷奶奶就气不打一处来。 妈妈扔下手里刚买的一袋子西红柿,就朝着奶奶美好气儿地说, 你不是卖了房子拿着钱,到大兴跟你女儿享福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啊,还回来干啥呀? 小鹏就听见奶奶说,我们回来,就是想看看孩子,孩子是我们养大的,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孩子呀? 哟哟,你们还好意思说看孩子呀? 你们老两口跟着女儿到大兴开大饭店去了,扔下孩子不管了。 现在好了吧,饭店黄了,女儿赔了钱,你们就把房款给你们女儿。 你们老两口啊,就是偏心,现在倒想起来回来看孩子了。 孩子是我的,我就是不让你们看,你这个混账梁们。 凭什么我想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打个电话,你就把孩子往死里骂呀? 啊,孩子怎么你了? 我打我自己的孩子,骂我自己的孩子,管你屁事啊,啊,你们两个老不死的,赶紧给我滚。 李大信,王秀琴,我骂你八辈祖宗。 小鹏啊,这时候就听见妈妈声嘶力竭地喊着。 当然了,这也是小鹏听到妈妈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李小鹏在屋子里边啊,就听见她的妈妈方丽云骂她的爷爷和奶奶。 接着,小鹏的耳朵里边啊,充满了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四个人的骂声。 李小鹏啊,就赶紧跑了出来,只见妈妈已经和奶奶扭打在一起了。 妈妈抓了奶奶的脸,奶奶冲着爸爸就在那儿喊, 你是要媳妇还是要你妈呀? 于是爸爸就过来打妈妈。 当爸爸扭过头来,看见门缝里的小鹏的时候, 大声地呵斥着小鹏说,你给我滚回屋里去。 李小鹏扭头进了屋,他的心啊,乱极了。 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一个人待在屋里的小鹏,接着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离开他们吵架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就咚咚地回到了吵架的地方。 然后,小鹏又听见了客厅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咚的一声, 接着又传来咣当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 紧接着又是扑通一声,像是人倒地的声音。 这些声音传来之后,小鹏就再也没听见妈妈的声音了。 紧张的李小鹏啊,这时候再也不敢出去了。 他竖起耳朵,贴在门缝那儿,听着外边的动静,就听见奶奶在客厅里说, 都怪你,你要不来,能出这事吗? 爸爸也说,你们要不来,能出这事吗? 爷爷奶奶也在互相埋怨着,接着爸爸又说,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 这时候,李小鹏壮着胆子,想出去瞧瞧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悄悄地把房门打开一个缝,看到了令他心惊肉跳的一幕。 只见母亲倒在地上,头发散乱着,嘴里还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仿佛在嘟囔着什么。 妈妈的头部下面,躺了很多很多的血。 李小鹏看见奶奶坐在地上哭着说, 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啊,快打110,快打120啊。 这时候,爷爷快速地跑到电话那边,哆哆嗦嗦拿起电话就要打。 只见爸爸一个箭步跑了过去,一把摁住了爷爷的手。 别打别打,让我想想,想想。 这时候,爸爸突然看见站在门口的小鹏。 我会见。 小鹏只好乖乖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倒在地上,也不明白妈妈的头下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血,而且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 已经没有神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那眼睛里空空荡荡的。 自从小鹏记事开始,他从来没看到妈妈的眼神那么空空荡荡过。 小鹏蜷缩在自己房间的门后,他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只听见妈妈的喘气声,在一声长一声短地敲打着自己的耳膜。 这时候啊,就听见爸爸说,哎呀,不能打电话,一打,咱们全家就都晚了,小鹏还那么小,才不到八岁。 咱们出了事,小鹏怎么办呢? 是啊,是啊,孩子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孩子怎么办呢?奶奶像念经一样,来回来去的,就颠来倒去说这一句话。 在妈妈的嘟囔声中,小鹏还依稀听见妈妈的喘气声,接着爸爸站起来对爷爷说,他还喘气呢,你把他弄没气算了。 但是,爸爸的话没有人揭察,接着小鹏听见爸爸的脚步声走向了卫生间,然后听到一个塑料盆放在地上的声音,再接着就没有声音了。 突然之间呢,他听见扑的一声,然后是水落在塑料盆里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小鹏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他刚要推门,去看看妈妈怎么样了,奶奶就立刻推门进来了,然后紧紧地用后背顶住门,拉着他坐到床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手紧紧地攥住小鹏的小手。 小鹏看见奶奶脸上全是汗,好像受到惊吓的样子,红一块,白一块,在屋里和奶奶待着的时候,小鹏心里边一阵打鼓,不敢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外面传来好像砍树一样的声音。 小鹏再也趁不住气了,就趁奶奶不注意,悄悄打开门走了出去,刚走到钢琴旁边,往餐厅一看,只见妈妈侧着倒在地上,头上流着血,爸爸背对着他站着,正喘着粗气。 这时候,爸爸一回头,又看见了小鹏,你他妈的给我滚回去。 接着,奶奶王秀琴也赶紧出来,把小鹏拉回去了,离小鹏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以为自己在做梦。 这些只在影视剧里看见过的情景,怎么会发生在自己家里呢? 小鹏缩在床脚,紧紧地抱住自己,想哭,又不敢哭,只好憋着。 过了一会儿,小鹏听到厨房里,再次传来坦树一样的声音,奶奶,爷爷和爸爸在外边干嘛呢? 但是奶奶只是紧紧攥住他的手,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那儿,在小鹏几乎空白的记忆里,这种声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他在这种沉闷的声音之中,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从此,这种恐怖的声音就一直在小鹏的脑海里回响着。 李小鹏在半梦半醒的迷迷糊糊之中,不知道到了深夜极点。 当他再也听不见坎树的声音的时候,爷爷进来叫小鹏跟着他到爷爷奶奶家去睡觉, 小鹏就迷迷噔噔地走出了房门。 当小鹏走到客厅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客厅的地上湿漉漉的,地上还放着几个寄着口的大黑色垃圾袋,却看不见里边的东西。 爸爸,这是什么呀? 那是垃圾。 咱们家哪来那么多垃圾啊? 李子健没有回答他。 当小鹏还想问妈妈去哪儿的时候,奶奶拽着他的手急匆匆地出了家门。 随后,李小鹏跟着爷爷奶奶走着回到了爷爷家。 刚到家的时候,小鹏看见爸爸已经骑着摩托车,带着三个垃圾袋,先到了爷爷家门口。 垃圾袋放在了门旁边。 小鹏还在爷爷的家门口看到慌里慌张赶过来的姑姑。 他只看见啊,姑姑跟爸爸叽叽咕咕地在说着什么。 进门之后,又累又困的小鹏很快就睡着了。 那天夜里,他的梦里一直伴随着沉闷的砍树的声音。 第二天,李子健带着李小鹏回了一趟家。 这时候小鹏发现自己家和爷爷家的那些垃圾袋全都不见了,房间里面有一股浓烈的巴似消毒液的味道。 接着李子健问小鹏,你昨天晚上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妈妈躺在地上,我还听见了砍树的声音。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那天爷爷奶奶到咱家里去了,也不要说中途去了爷爷家。 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就说你妈当天把卧室的门关上,没出来。 第二天你起来,就再也没看见你妈妈。 你如果不这么说,爸爸就该被警察抓走了,连你也要被抓走。 以后别人要是问起你妈,你就说你妈第二天早晨,离家出走了,知道了吗? 小鹏茫然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看见儿子迟疑的样子,李子健恶狠狠地说,你要是说了出去,我就杀了你。 李小鹏从小跟爸爸的关系最好,也最听爸爸的话,虽然他不知道妈妈到底怎么了或者是去了呢,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很重大,既然爸爸不让说出去,就绝对不能说。 但他忘不了最后见到妈妈躺在血泊里的情景,也忘不了爸爸当时的凶狠。 如果自己不听爸爸的话,后果真的很严重。 七岁的小鹏只好把这个巨大的秘密埋藏在心里,可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呀,根本没有办法承受这么恐怖刺激的经历,也没有办法摆脱那沉闷的砍树的声音。 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手,小鹏就觉得心里边很难受,常常在晚上醒过来,可是他又不敢对任何人说。 原本活泼的小鹏,自从2005年7月27号那个深夜之后,就被爷爷奶奶严格地看管起来,他再也没见到妈妈的身影,再也没听到妈妈的声音。 从这儿之后,原本活泼调皮的小鹏,开始不太一样了。 虽然他仍然像之前一样爱玩,但是别人发现,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却也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 他们只是发现,小鹏再也不像原来那么肆无忌惮地疯玩了。 每次说话,都看着别人的眼神,说话的时候常常欲言又止,仿佛一夜之间就成熟了很多。 李小鹏不知道的是,7月28号晚上10点,李子健给岳母打了一个电话,说方丽云因为自己的父母卖了房子,把钱给了自己的妹妹,生气之后离家出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拿走了家里的6000块钱现金。 李子健的岳父方新民和小舅子方建国,马上就出门,到方丽云可能去的地方四处找人,可是一直找到晚上11点,都没有找到。 晚上11点多,岳父和小舅子赶到李子健家,跃着一起找人。 俩人还没走进楼梯呢,李子健就拖着小鹏下楼了。 莽撞的小舅子,想上楼看看,但李子健堵住他们,没让俩人进去,带着孩子骑着摩托车就走了。 岳父当时呢,并没多想,只是叮嘱女婿骑摩托车的时候啊,小心点儿,别摔着小鹏。 岳父他们几乎一整晚都在找人,可是一无所获。 凌晨四点多,岳父和小舅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了。 2005年7月29号一早,方新民就赶到了女儿工作的电器商店。 一名同事告诉方新民说,方立军28号当天没来上班也没请假,今天也没来。 看来,女儿确实已经失踪一阵天了。 方新民马上给女婿打电话,让她赶紧报警。 李子健会报警吗? 李子健一家人的恶行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2007年3月30号,李子健家里边啊,突然来了两个警察,就把李子健带走了。 随后,爷爷、奶奶还有姑姑也被带走了。 2007年4月1号,对寻找女儿近乎绝望的方新民,突然从警方得知李子健被警察抓起来了。 4月4号,警察找到了方新民夫妇,告诉他们李子健全家涉嫌杀害方立云,被警方刑事拘留。 随后,警察带着他们在学校里找到了李小鹏。 当李小鹏看到舅舅搀扶着外公外婆,带着两个警察向他走过来的时候,顿时呆若木鸡愣在了课堂上,两眼发指满头大汗。 当李小鹏坐下来,听到警察叔叔说,你爸爸、爷爷、奶奶、姑姑因为违法被抓起来了。 他一下子瘫软在凳子上,哇的一声嚎啕大哭。 过了很久之后,警察问他,你将来想让谁照看你啊? 我让我姥姥姥爷照看我,从今以后,我只听我姥姥姥的话,不让他们费心,好好地学习,学会照看自己。 做一个好外孙,好学生。 最后,当李小鹏颤抖着手在询问笔录上签下稚嫩的名字,然后用他的小手按下了鲜红的如同母亲鲜血的纸印时,泪水一下子夺框而出。 点点滴滴落在了纸上,打湿了自己的名字和鲜红的纸印。 李小鹏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谁说出了爸爸这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啊,警方之所以能破案,完全归功于李子健的妹妹李小蕊的一次吹牛。 李小蕊离婚之后,和一个29岁的男人罗某谈上了恋爱。 哥哥杀妻之后不久,参与分尸的李小蕊酒后吐真言,和罗某说自己家里出事了。 但他吹牛说了,杀死我嫂子的可不是我哥哥,是我自己。 哎,我告诉你吧,我杀人之后啊,用了很高明的方法毁尸灭具。 你看看,警察一直都没能破案。 然而李小蕊没有想到,罗某在2007年3月因为犯了一点小罪,在北京市昌平区落网。 在警方审讯的时候,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很快向警方举报了李小蕊杀人碎尸的事情。 随后,警方根据这个线索抓到李小蕊权家,这个沉寂了两年多的恶性案件,最终得以真相大白。 当李子健在警方面前还原2005年7月27号晚上的案件真相时,这起原本可以避免的惨案,令见多识广的预审员也感到不寒而栗,更为李子健愚昧的想法扼腕叹息。 原来啊,方丽云被打倒在地之后,李子健见方丽云后脑勺已经流出了鲜血,他怕左右邻居听到动静,于是呢,找来一把尖刀,在方丽云的脖子上扎了一刀。 方丽云就这样丧生在丈夫的刀下。 为了掩盖罪行,李子健和父亲一起把方丽云肢解之后,装进了几个黑色塑料袋。 之后他们把垃圾袋运到了父母家,和妹妹李小蕊进一步碎尸,第二天扔到了通往秘云水库的路上。 李子健叮嘱李小鹏保守秘密,也是想保住全家。 李子健没有想到,在争吵和杀人期间,李小鹏倾听和目睹了他们杀人的全过程。 李子健想得很简单,以为碎尸之后找不到完整的证据就不会出事。 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孩子能留下仅存的父爱,希望孩子能够保守秘密。 等将来孩子长大成人,父母百年之后,自己再去自首,独自承担法律后果。 而且,他事后多次恐吓威逼李小鹏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他知道李小鹏从小就怕警察。 但心存侥幸的李子健没有想到,他妹妹李小蕊吹牛,把他给吹了出来。 李子健一家落网之后,方新民把小鹏啊,就接回了家。 五月份的一天,小鹏和外公在家的时候,隔壁传来众物倒地的声音。 小鹏吓得抱住头,浑身的颤抖。 方新民抱住的,问他怎么了。 小鹏说,这很像那天晚上的声音。 这一次,小鹏终于详细地把当天晚上的情形讲出来了。 他甚至拿出白纸,在纸上画出家里的平面图,并指着图说出了当天晚上他所看到和听到的经过。 当听完小鹏断断续续地讲述之后,方新民没想到小鹏怎么会记得住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细节。 看来这些情节啊,不止一次地在他脑海里重复过。 亲耳听见亲眼看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被亲生父亲杀死并且肢解,这种无与伦比的恐惧一定给孩子会留下终生的伤害。 随后方新民将李小鹏画的案发式的平面图送到了刑警队。 之后,密云警方经过抽取方新民的血液和抛尸地点找到的上百块零星骨头进行DNA比对,警方确认方丽云已经死亡。 随后李子健和父亲、妹妹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母亲涉嫌包庇罪被批准逮捕。 2007年10月,方新民身患重病的老伴禁不住老年丧女的沉重打击,并发身亡。 方新民承受着失去妻女的悲痛,孤身一人带着小鹏。 他希望不管怎样也要驱除孩子心中的重重阴霾,把李小鹏抚养成人。 李子健被逮捕之后,他和李小鹏之间的父子情随之灰飞烟灭。 小鹏经常向外公打听什么时候开庭,并且执意要去参加庭审。 他说,我爸一命抵一命,判决了我得让我外婆瞧瞧。 而李子健刚刚被刑拘的时候,小鹏的奶奶和姑姑立刻赶到方新民家里求情。 进门之后,他们扑通一声,就给方新民跪下了,希望看在小鹏的份上,给李子健留条活路。 但方新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搂着小鹏含着眼泪,摇了摇头。 他们走了之后,小鹏将他们带来的零食狠狠地摔在地上,一边踩,一边诅咒着说, 你们早干什么来着,把我妈害死了,你们管过我吗?你们只会吓唬我。 由于小鹏经常表现出一呼常神的古怪举动。 2007年寒假的时候,方新民带着李小鹏来到北京市安定医院看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方新民,一般少年儿童经历过恶性突发事件之后,心理上会出现两个趋势,或者胆小恐惧,或者冷漠逆反。 随后医生对李小鹏做了很多测试。 经过分析,小鹏存在焦虑、紧张、易怒等各种心理障碍,并且情绪激发之后很难平息。 这可是典型的心理疾病特征。 而方新民并没有告诉心理医生的是,李小鹏实际遭受了两次心理创伤。 他能够保守两年的秘密,说明他的行为已经出现异常。 第一次心理伤害,是李小鹏当天晚上的所见所闻。 由于他并没有看到直接的血淋淋的杀人分尸场面,相对而言,这种影响并不是特别严重。 而李子健长达两年的恐吓教育对他影响更大,也就逐渐加重和强化了小鹏对那个黑色夜晚的痛苦记忆。 而仅有七岁的李小鹏,能够控制住自己在亲人面前的表现,说明他的意识已经受到来自父亲的严重伤害。 他的本能反映上缺少感情的流露,与父亲共处的两年时间对李小鹏的心理影响更大。 直到后来啊,李小鹏的学习成绩还在直线下降的。 方锡民就希望,等案件了结之后能好好安排时间给李小鹏进行心理治疗,从孩子的记忆之中抹掉那个恐怖的夜晚。 方锡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会在他的余生之中把全部的爱都给这个可怜的外孙子。 2008年3月5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子健全家杀人碎事案。 在法庭上,李子健对自己杀妻并碎事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他的父母和妹妹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了如实供述。 在最后陈述的时候李子健说,我很后悔,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致使我的犯罪行为一错再错。 我对不起我妻子和他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孩子。 我知道,孩子这两年在我的威逼下过的是噩梦般的生活,他的童年被我彻底毁了。 我对不起他,父母的感情倾向弱势子女原本无可厚非,可是那种无原则的不分是非的倾斜往往会带来人们难以预料的后果。 那么,李子健家发生的这一起悲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对于二台家庭或者多台家庭来说,父母的责任不仅仅是把他们生下来,把他们抚养长大,抚养成人。 更重要的还要学会如何平衡子女之间的。 好,这个故事讲完了,我们接着讲下一个故事。 咱们今天来说一位特别有魅力的老太太啊。 这老太太,岁数不小,男朋友也不少。 这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南京。 08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姓张。 这老张呢,前些年呢,离了婚了。 离婚之后啊,一直就想找个老伴,因为毕竟岁数大了,也能有个人照顾着自己。 他呢,就去找到了婚介所,现在很少见婚介所了吧。 好多都是网上什么婚恋交友平台。 那时候人们还流行去婚介所呢,花了钱了,在婚介所的引荐之下,老张就认识了杨平。 这杨平呢,比老张小时六岁,五十四了。 老张一看,哎呦,这杨平身材挺好,性格呢,挺开朗,挺大气这么个女人。 于是,老张就心动了,尽管杨平岁数也不小了,也五十多了,但是对于老张来说,那这俨然就是小姑娘啊。 杨平在跟老张交流的时候啊,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说自己呢,今年离得婚,无子无女,在一家服装厂做业务员,自己的父母都是退休干部。 并且杨平直接就表达了对老张的好感,说我,看见你之后就感觉一见如故,咱们两个是可以当伴儿的人。 一看杨平这么直爽直来直去自己,还没直给呢,这杨平直接这就算表白了呀。 老张啊,没有喜欢的都不行了,小心脏啊,碰碰直跳啊,俩人呢,没过多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08年5月16号,这已经是老张和杨平第四次见面了,也可以说是第四次约会哈。 这一回杨平就提出了借钱的要求,他说呀,他的资金呢,投入到一个小生意里边了,一时间呢,拿不出钱来交房租, 唯有给自己说的这个可怜呢。说实话,老张的经济条件也很一般,自己一个月呀,退休金就两千四百多块钱, 那五千块钱已经是俩多月的工资了呀。 虽然说跟杨平只见了四面,但是他太喜欢杨平了,感觉杨平呢,就是那种坦坦荡荡的女人很真诚,出于信任,老张就把五千块钱借给他了。 老张哪知道啊,这五千块钱呢,只是一个开始,过了没几天,杨平又跟他张嘴了,这一回借的可多,可不是几千几千的了,直接要借十八万。 什么借口呢?他说临时啊,找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有一个房子,主人做生意,做赔了,低价便卖房产,而那个房子呢,正好要拆迁。 这回啊,咱俩拿钱去低价买下来,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拆迁了,咱们就能领高额的拆迁费了呀。 老张一听,嘿,这合适啊,这笔钱这不就等于是投资了吗?到时候挣了钱,那可以啊,但毕竟啊,老张钱不多,十八万就是他全部的身家性命了,老张呢,就还是稍微有点犹豫,这时候杨平又说了。 老张,咱俩可以马上去领结婚证,到时候拆迁费到了手了,咱俩一人一半。 老张一听,这么突然嘛,这才见了几面,结婚了就啊,老张呢,还想着再接触接触再说。 哎呀,不过回家之后一琢磨,你说这回我要不同意,人家不开心了,不跟我在一起了,以后去哪儿找这么好的老伴啊? 杨平这人啊,太直爽了,你看一般谈婚论嫁的事,应该我说呀,让人家一个女孩子说,啊,你看在老张心里,杨平还女孩子呢。 之前,我俩那么快乐,啊,那么好,嗯,我呢,答应她吧,毕竟是赚钱的机会。 她呀,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一共是十二万五千块钱,借给了杨平。 自己呢,在股票上还有一点资金,把股票卖了一股脑的,全给了杨平了。 这一回借完钱之后,杨平对老张那叫一个好啊,让老张在七十多岁的高龄里,体会到了小年轻爱情的那种甜蜜,那种幸福。 那从这儿以后,老张跟杨平就能过上王子和公主般的生活吗,就能无忧无虑白头到老吗,哪儿那么容易啊,这事儿还没结束呢。 俩人呢,交往了一个多月之后,杨平又来借钱来了。 杨平这回跟老张说呀,自己呢,接到了一笔服装的大订单,是帮助某机关单位定制一套制服, 因为自己的钱,全拿去投资了,一时半会儿啊,拿不出来那么多钱,买原材料,就想向老张借钱,这回借的更多,一借,借四十万。 杨平说,等那批制服做完了,机关单位收到这批制服了,付了尾款,咱们能赚不少呢? 你放心吧,我不会白借你钱的,这当活干下来,一次性能挣九十万呢,我给你一部分,这就算是你投资的福利了。 这老张一听,又心动了,毕竟这是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生意啊,帮助她是应该的,更何况能挣钱呢,特别炒股挣得快多了呀,股票还有涨有跌呢呀。 但是老张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没钱了呀,所有的钱上回都借给杨平说让他买房子去了呀。 这时候,这杨平啊,并没放弃,给老张提了一主意,就是拿老张现在的房子做抵押,把这房子抵押给高利贷公司,让高利贷借给他钱。 毕竟,这笔活周转很快,衣服有几天工夫就做完了,那九十万就能拿到了,到时候尾款收到了,再把房子赎回来呀,中间能赚一大笔呢。 这时候老张犹豫了,哎呀,钱是没了,就还剩这一套房子,这房子不是小事啊,太冒险了,万一这生意赔了,那怎么办呢? 我连住处都没了呀,杨平呢,随后拿出来一大堆服装厂的合同文件,还有盖着印章的营业执照等等吧,就给老张看,然后就又是甜言蜜语啊,在那跟小女孩似的,一会儿撒娇一会儿耍赖的, 就想着打动老张,这老张呢,也算是色迷了心窍了,架不住这糖衣炮弹呢,就同意了抵押房子,向高利贷公司借了四十万,自己呢,就搬离自己的家了,去郊区租了一个小房子,就先住着,这算是过度。 那么这老张,能拿着杨平说的那高额报酬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老张把自个房子也抵押给高利贷公司了,把钱就借给杨平了,自己呢,搬去郊区租了一小房子,先住着过度,那老张最后真能拿着那所谓的高额报酬吗? 这杨平啊,毕竟跟老张说,顶多这笔资金也就周转三个月,三个月以后肯定能让你拿着钱。 老张啊,就等着呗,一天一天数着手指头算的,总算到了仨月了,心里想着我终于能拿到报酬了,赚了一笔,还能把我房子赎回来。 可是,跟着杨平要钱的时候问他到底这生意怎么样的时候,杨平说了,又坏了,资金呢,出现意外情况了。 咱这活不是给机关单位做的吗?这机关单位啊,得层层审批,批款呢,需要时间,一时半会儿啊,拿不着那笔钱了。 因为老张借的是高利贷,一个月就四个点的利息,相当于一个月就得还一万六啊。 就问杨平啊,哎呀,我这,我一个月两千多退休工资我还不起啊,你看,你能不能帮衬着点啊,最起码咱得还人家利息啊。 连着等了三个月,也没等到尾款的老张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先把房子卖了,还清了高额的债务,要不再这么借下去,高利贷利滚利了不得了,房子最后你一分钱也拿不到手啊。 其实啊,卖了之后也没拿到手钱,房子一共卖了四十三万,三个月的利息就四万八,还有本薪四十万的呀,等于最后还给人高利贷公司,四十四万八,自己啊,还搭进去了一万八,哎呦,这日子过得也苦不堪言啊。 一开始呢,杨平还想各种甜言蜜语骗老张,后来有一回杨平跟老张说,不行,你那钱啊,我一定想方设法还,我呀,出去做生意去,我得把这钱赚回来。 呸,自从说出去做生意,老张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老张呢,还担心的,哎呀,我的小杨啊,我的萍萍啊,别出什么危险吧。 直到不久之后,老张有看报纸的习惯,看到报纸上一条新闻,当时就感觉那是五雷红顶啊。 报纸上说呀,一名姓杨的女人,利用感情和婚姻为名义,大量骗取老人钱财,都是以借钱做生意为说辞,最后一走了之,了无音讯。 老张一边看着一边感觉,哎,说的这个情节我怎么这么熟悉呢? 好像不久之前我是不是刚刚经历过呢? 怎么,这个女的也姓杨啊,我家萍萍的也姓杨啊。 在看到杨萍照片的时候,跳张啊,瞬间就感觉,这小心脏让人捅了一刀啊,得了吧,这报纸啊,我也别看了,赶紧去报警去吧,就到了派出所报警,报警之后这才得知,很多和他差不多同年龄段的男同志啊,也来报案过,都是这个女人以恋爱为名义跟他们借钱。 听到这儿老张才明白过来,哪儿是邂逅爱情了呀,这是遇上一骗案子呀,碰上一诈骗事件呢。 公安机关呢,最终经过查明,杨萍这个中年人交往了很多男朋友,就利用谈婚论家这些,就突破这些男人的防线,最终借到大笔钱财就跑路消失得无影无松。 那杨萍,到底本质是干什么的呢?他到底有没有那个服装厂呢? 受到杨萍欺骗的呀,还有一人,姓李。 这老李呢,不是离婚的,是多年前,老伴就去世了,他呀,一直想找个老伴共度余生,认识这杨萍了。 杨萍呢,还是那一套,就不停地借钱,一开始几千几千的,后来几万几万的,越借越多,再到后来最后一招就是打房子的主意。 老李的损失比老张更大,原本呢,他那房子抵押了七十三万,后来呢,实在没办法了,把房子卖了。 卖了之后,把钱是还上了,自己呢,什么也没剩下,结果,房子刚卖不久,赶上全国性的房价飙涨。 他那房子呀,原本卖了七十多万,后来涨到了一百五十多万,这一来一去,嘿呀,亏了多少啊,这是啊。 杨萍呢,把老李这房子骗走之后,也无影无踪了,随后警方经过了解,被杨萍欺骗的这些老人呢,都是以服装厂做生意为借口,去骗钱的。 那么民警呢,就去到了杨萍跟这些男朋友们说过的服装店的地址,这一查才发现,那个服装厂啊,几年之前就已经关闭了, 他手上的那些所谓的订单,那些什么营业执照的那些证明,都是伪造的。 那么这杨萍,到底去哪了?一共交了多少男朋友啊,一共骗了多少钱呢? 南京公安局民警,经过深度研判之后认为,这起案件呢,涉及到多起恋爱的资金诈骗,还涉及到一些商业证书造假,这不是简单的婚姻诈骗事件了, 足够定义为刑事案件了,在调查之中发现这杨萍本人离异,无子无女,没有房产,户籍地注册的房子是别人的,跟他毫无关系。 那他骗了那么多钱了,钱去哪儿了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受骗者呢?再一查,一共啊,他骗过八个男的四个女的。 您各位听到这儿纳闷了,骗男的能理解,我给你当老伴借我钱吧?那怎么骗女的呀?骗女的呀,他是自己装富婆,去给这几名女受害人吧,一些小恩小惠的。 让这几个人彻底信任他之后,这才借钱哪,什么投资入股做生意啊。 最终公安机关经过统计,杨萍骗取的钱财累计起来达到了440多万人民币。 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老张和老李,老张一共被骗了60多万,老李呢,一共被骗了180多万。 根据紧锣密鼓的布控,根据深入的调查,警方最终在南京把犯罪嫌疑人杨萍抓获。 抓住杨萍之后,杨萍他会怎么说自己犯下来的这些罪责呢?杨萍说呀,我跟他们就是正常的恋爱,我虽然借他们挺多钱,但那属于感情,经济纠纷,你不能说我诈骗的,我真是跟他们恋爱啊。 那那八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的男朋友。 面对着铁证如山啊,杨萍还是不知悔改,极力狡辩。 最终,2011年4月12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杨萍故意伪造个人信息以及商业性证件和机关单位的合作等等子序乌有的事情,来骗却受害人大量财产,已经触犯诈骗罪、个人信息伪造罪、商业诈骗罪等多项罪责,恕罪并罚,判处杨萍有期徒刑18年龄两个月,并赔偿受害人的全部被骗资产。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我是吕鹏。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案子呀,发生在山东藻庄,齐村镇。 一天清晨,刘大姐呀,起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眼自己家里的麦子。 眼瞅着,到了城隍局律的季节了,家家呢,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 刘大姐家的麦子马上也要收了,千万别有什么差池。 刘大姐兴致勃勃的,就来到了自家的麦田。 这一看可不要紧,哎呦,吓得刘大姐一屁股就坐在地上的。 原来啊,刘大姐在自家的麦田里发现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女尸。 这可把刘大姐吓坏了,赶紧往家跑。 在路上遇到了同村的乡亲,看见刘大姐惊恐的样子,乡亲就问她,怎么了? 刘大姐慌慌张张地就说,我,我家的田里有个人浑身是血的,躺在那儿的。 相亲听到之后,也是吓了一跳,但很快呢,恢复了理智,告诉刘大姐赶紧报警。 刘大姐在相亲们的帮助之下,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就报了警了。 这时候的刘大姐啊,还有些回不过时而来呢,直到民警们赶到了现场,刘大姐心中的恐惧才渐渐消退。 经过法医鉴定,麦田里的女人四十岁左右,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了。 前胸的伤口啊,窗面很大,也是她的致命伤,后背呢,也中了不少刀,看着穿着不像是农村妇女。 经过村民辨认,死者并不是齐村镇的人,脸生得狠。 警方经过对现场勘察,发现死者身边呢,并没有多少血迹,这个地方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而是死者被杀之后被人转移到这儿的。 但是死者的身份一直不能确定。 就在民警毫无头绪的时候,有侦察员在死者裤兜里啊,发现了一个暂住症。 暂住症上面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四川籍的女孩,这也明显不是死者,但女孩肯定与死者有关系。 民警们拨通了女孩的电话,从女孩口中得知死者是自己的妈妈,名叫小翠儿,从四川老家来到山东打工。 可是来到山东打工的小翠儿怎么会死在麦田里呢? 这起案子呀,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关注,这让民警们倍感压力,派出了大部分警力来侦破案件。 民警们确定了死者身份,就从死者周围的人开始着手。 小翠女儿说,母亲是来山东打工的,民警呢就开始调查小翠的同事。 调查之后,发现小翠儿并没有在任何一家工厂打工,并且他在山东藻庄也没有固定的住所,一直租住在一家宾馆。 那小翠儿为什么要和家人谎称在藻庄打工呢? 他没有经济来源,又是怎么生活下去的呢? 根据宾馆老板提供的信息,小翠儿身边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男人,关系非常混乱。 民警们进一步打听到小翠儿来到藻庄并不是来打工,而是做起了皮肉生意。 小翠儿身边的男人形形色色,这给民警们的调查增加了不少难度。 民警们根据监控一个个排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终于调查到有一个人和死者关系密切,曾多次和死者小翠儿接触,这个人就是王刚。 王刚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家住藻庄学城区邹吴镇。 因为生意地点不确定,一直和爱人在藻庄市租房住。 有了突破口的民警,从王刚入手,来到了王刚家里。 可到了王刚家中的民警,并没有如愿地见到他。 王刚爱人,不以为然地说,啊,王刚啊,他已经走了十多天了,不知道干嘛去了,他以前也经常这样。 王刚没在家,难道这件事真的和他有关系,他畏罪潜逃了吗? 民警们继续对王刚进行调查。 王刚早些年呢,和父亲一起做杀猪生意,后来干过建筑类的生意,再后来又辗转去了安徽内蒙的煤矿打工。 虽然王刚有一位贤惠的妻子,但是呢,他并不知足,经常在外边蘸花惹草,而妻子呢,也管不了他。 王刚生性风流,小翠卖皮肉度日,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如果王刚真的是凶手,一个嫖客和一个烟花女子,会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民警们呢,开始对王刚进行搜捕,先是来到了内蒙、安徽、王刚曾经打工过的煤矿,并没有如愿地找到王刚,可听王刚的工友说。 前一阵啊,王刚买了一个翻斗车,在这儿挖煤,但是煤矿停业了,他就回老家了。 根据工友提供的消息,民警们又来到了王刚老家邹屋镇,在这儿听一个老人说看到过王刚, 说王刚啊,找村里从贵州打工回来的马三,神神秘秘地对马三说,想和他一起去贵州打工。 又从马三家人口中得知,王刚确实是和马三去了贵州了。 王刚去了贵州打工,为什么不和自己家人交代一下呢? 这个王刚坎定和小翠儿的死有很大的关系,民警们又马不停蹄地到了贵州。 但是贵州很大呀,想找到王刚那是海底捞针。 在贵州警方的帮助之下,办案民警得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贵州省平坝县有一个山东人开的煤矿,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山东老乡。 民警们赶紧动身去往平坝县,并且在那个煤矿里找到了王刚。 当时的王刚呢,正在打扑克,看到民警一点惊讶的神情也没有,而是配合地任由民警把自己带走。 警方把王刚带回山东,王刚呢,也交代了自己杀害小翠儿的原因。 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却有一些小摩擦。 王刚经常去找小翠儿,很快兜里的钱呢,就被挥霍干净了。 有一次,因为经济拮据,没有按时给小翠儿钱,被小翠儿在酒桌上拿出来,讥讽了一番。 这让王刚觉得很没面子,丢了人了,从那以后就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小翠儿,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直到有一天,王刚又约小翠儿出来,小翠儿当然是来者不拒啊。 王刚开着车,拉着小翠儿,那是越走越远。 小翠儿看到他们走的路荒无人烟,瞬间呢,心生恐惧让他停车。 王刚自然是不听他的呀,俩人就在车里撕扯了一番。 王刚随即拿起了准备好的刀,朝着小翠儿的胸口,可就捅了过去。 胸前捅完一刀之后,又怕他没死透,又在后背捅了几刀。 很快小翠儿就没有了气息,随后王刚把小翠儿的尸体就扔到了一个麦田。 王刚啊,最终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任何生命都有他生存的权利,剥夺他人生命这是对人性的亵渎,更是对法律的挑战。 所以,这种行为最终一定会自食苦。 好,今天的故事讲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观看和订阅,我们明天见。